2月18日,2023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经过7天的激烈争夺,团体赛和单向赛,共计13项冠军分别归属6支代表队 浙江队狂篮五金,独占凹头,上海队斩获三金 北京队摘得两金,山东、厦门、辽宁队各入仗一金 本次比赛,参赛者均为18岁及以下年龄的年轻选手 虽然他们的实力与比赛经验正处于积累与上升期 但他们在比赛中均展现出了出身牛犊不怕虎的朝气 尤其最后两个比赛日,闯入单向赛八分之一决赛的队员均要经历一天双赛的比拼 体能和精力都面临更高的挑战,但每个队员都在尽最大努力奋勇争争先 收获了比成绩更为重要的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很多队员都是尖向上阵,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像浙江队的胡哲安,湖北队的潘应龙和王子军都躋身了男双八强 胡哲安更是闯入甲族男单男双决赛,收获了一金一银 广州队的吕欣怡兼相女单和女双,收获了甲族女单和女双两个季军 去年试青赛双料冠军,双打选手朱一俊也在混双与男双中表现稳定,拿到一金一铜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批零舞后,看一看新一代的青春风暴是如何练成的 朱一俊、廖丽熙,齐心协力抵南关本次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赛的首个冠军,产生自混双项目 上海队的朱一俊、廖丽熙以21比14、21比19战胜浙江队的陈哲涵、陈凡淑田 在去年试青赛上,斩获双冠的朱一俊,于去年底的全国锦标赛开始与廖丽熙打档 在本届全清赛上,他们二人除了一起出战混双,还分别兼向了男双与女双 混双决赛的第二局后半程,他们在逆风场一度施展不出进攻手段,接连丢分 身处逆境,他们没有失掉耐心,始终坚定自身特长 最终化解了关键分时的危机,连拿三分摘得冠军 朱一俊和廖丽熙都是性格有点极的选手 但在场上,廖丽熙会更多的单起,分为调节者的角色 毕竟男生会比较嫩嘛,而朱一俊在场上从不犀利,可以照顾到很大的范围 这也让廖丽熙可以更大胆的再往前创造得分机会 王道任惠杰敢打敢拼,梦想成真如果说混双决赛朱一俊和廖丽熙是在激烈对抗中 以冷静化解难题 那么,山东队的任惠杰王道在一组女双决赛中则是通过不断的呐喊找见了胜利的火光 在这场决赛中,任惠杰王道与湖南队的文艺兰留言远苦战三局 每赢一分,两队组合都会呐喊鼓劲,他们的喊声响彻场馆的每个角落 赢得比赛后,王道冲着搭档任惠杰冒出一连串的问题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真的是第一吗? 从去年开始搭档的他们坦言,此前的全国U系列赛 他们始终没有取得过亮眼的成绩,这次能够站上全清赛的冠军领奖台 可谓是他们收获的一份值得珍藏的礼物 搭档之初,热情的王道会带动任惠杰一起在场上兴奋的投入比赛 如今,通过不断的磨合沟通,他们更加熟悉彼此 在全清赛的女双决赛中,面对湖南队的两位单打选手组合 他们虽然会有不适应,但在场上他们坚决贯彻战术 夺冠的同时亦让二人感受到了彼此的成长 对于王道和任惠杰来说,他们虽然不算是互补型组合 但从以前很难读懂彼此到现在可以接受自己与搭档的奇怪 他们说这或许是两个人最有特点的地方 郭欣怡和刘雨昕最熟悉的彼此甲族女单决赛 上海队的郭欣怡以2比1立刻辽宁队的刘雨昕获得冠军 三局敖战后,两位姑娘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酸痛反应 赛后他们一起来到婚采区,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心得体会 郭欣怡说,我和刘雨昕从小就在一起比赛 彼此间非常熟悉 她的技术细腻,在场上我会被她限制得比较被动 不过,决赛实在顺风场,我大胆尝试了下压 尽管这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但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从去年厦门全国锦标赛开始 郭欣怡就站到了上海女队三单的位置上 当时与姐姐们一起赢下团体继军 为她积攒了不少的信心 拿下全清赛女单冠军 郭欣怡直言期待可以在更多的比赛中锻炼自己 又拿了第二,一个亚军难免让刘雨昕有些遗憾 但她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方面要去补足 在上午的半决赛中 她在逆境中以2比1战胜广州队的吕欣怡 只经过了短暂的午休 她便又在下午站在了决赛场上 刘雨昕坦言,决赛时自己的身体反应较大 没能再现更好的状态 赛后,刘雨昕表示 近段时间的比赛我都是拿了第二 这说明我还是需要更多扎实的训练 让自己变强 戴琴毅为热爱奔跑向前赢下一组女团冠军后 北京队的戴琴毅便不断对自己说 要在赛场上打得更加释放和自信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女单决赛中 戴琴毅以两个21比19击败身材高大的江苏女单徐文静 夺得冠军 赛后,戴琴毅直言全清赛让自己收获了很多自信 因为身高并不占优势 球场上,戴琴毅就靠着绝不犀利的奔跑去创造得分机会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名字伸口歉 果不其然,戴琴毅聊起自己欣赏的羽毛球选手 一位是陈雨飞,还有一位正是山口歉 我喜欢他在场上不停地奔跑 我也因为身高曾对自己的羽毛球之路产生过怀疑 但现,在靠着一场比一场更加提自信的胜利 我敢于继续在球场上为喜欢的羽毛球努力下去 在本届全清赛上 戴琴毅先是为北京队夺得一组女团冠军贡献了力量 而后又拿到了单向冠军 拿到至身分后 戴琴毅问我的呐喊 并情不自禁地原地转了一圈 跑到场边,教练也忍不住激动地拍拍他的小脑瓜 将他揽入怀中 浙江队迎男而上其力斩金浙江队 无疑是本届全清赛的最大赢家 他们先是江甲一组的男团冠军收入囊中 而后在单向赛上又包揽了甲组男双一组男单冠亚军 小将胡哲安更是成为唯一闯入两个单向决赛的选手 胡哲安先是在甲组男单决赛中 2比0战胜湖北队的杨佩毅 随后,又与童柯祥携手迎战队友廖平一美张乐剑 经过三局激战 廖平一美张乐剑凭借更加坚决的往前逼压 以21比19,18比21,21比17获胜债德冠军 同样,一组男单决赛 亦是浙江队张志杰与肖高博的内战 最终,张志杰以21比18,21比19胜出夺冠 全部比赛结束后 浙江队的丁阳教练来到场外等待自己的队员退场 据丁阳介绍 本次比赛,浙江队能够取得佳绩 靠的正是队员们那股敢打敢拼的很近 他说,从团体赛开始 我们的排阵都是被对手严防死守 半决赛,我们与上海队大比分战成一平后 二单孟紫月在三局的激烈对抗中出现了抽筋 但他靠,着一条腿为队伍啃下了那场硬仗 到了单向赛 甲组男双会是决赛对我们而言是惊喜 因为在半决赛中 我们的两队组合面对的都是国庆队的队员 丁阳表示,这次比赛取得不错的成绩 对队员而言既是一次肯定 更是激励他们继续努力前行的动力 走下这次比赛的领奖台 他们要好好总结,重新开始 李华周美张玉涵 以冠军为青年赛画上据点 本次全国青年锦标赛的最后一场对决 是甲组女双决赛 辽宁的李华周美张玉涵 最终以12比21 21比16 21比9逆转 震胜广州队的黄新瑶黄可新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队组合 曾在去年全清赛的一组女双决赛中相遇 当时他们激战7局 最终黄新瑶黄可新拿到冠军 今年,双双深入甲组的他们 又再一次在决赛中狭路相逢 只是这一次冠军换成了李华周和张玉涵 赛后,李华周和张玉涵表示 夺冠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期待 决赛中虽然第一局失利 但就此让他们放下了心中的杂念 完全投入到比赛中 并最终连班两局夺冠 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届全清赛 戴上这枚金牌 也算达成了我们在青年赛场上的共同心愿 0-2023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单向赛前三甲组男单冠军 胡哲安,浙江队 亚军,杨佩义,湖北队 季军,王子俊,湖北队 刘宇轩,江苏队,甲组女单冠军 郭馨怡,上海队 亚军,刘雨昕,辽宁 季军,旅馨怡,广州队 郑馨怡,福建队,甲组男双冠军 张乐健,廖品义,浙江队 亚军,胡哲安,佟柯祥,浙江队 季军,朱义军,陈毅江,上海队 徐化宇,美张昆虫,山东队 甲组女双冠军 张玉涵,李华周,辽宁队 亚军,黄欣尧,黄可欣,广州队 季军,许阳阳,许玉瑩 福建队,吕欣怡,中丹同 广州队,一组男单冠军 张智杰,浙江队 亚军,肖高博,浙江队 季军,白家军,四川队 刘浩达,上海队,一组女单冠军 戴琴义,北京队 亚军,徐文静,江苏队 季军,文艺兰,湖南队 黄凌冉,北京队 一组男双冠军 陈永瑞,林祥义,厦门队 亚军,刘俊荣,陈俊廷,广东队 季军,王潇凯,施少栋 北京队,肖松原,美张智叶 北京队,一组女双冠军 任惠杰,王道,山东队 亚军,文艺兰,刘元元,湖南队 季军,杨静儿,美张楚寒 广州队,周家蕊,复欣仪 湖北队,混双冠军 朱义俊,廖立西,上海队